他們只有十多二十歲 你究竟要求他們做甚麼 不要太苛刻 當初抗爭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會覺得雖然我身處在台灣 其實嚴格來說 我有點置身事外 我有時是很慚愧自己這種感覺 每一天看新聞 就算看新聞你看到哭又怎樣 畢竟香港是一個自己出生和長大的地方 有一種良家好像被人拆樓的感覺 當你見到這麼多人站出來 令到全世界對於抗爭者的角色掛目相看 我想佩服香港人這種意志力和鬥心 我覺得是挺自豪的 我們所抗爭和抵抗的 其實我們不是想要去搶些甚麼 我們是想保留一件事 保留一種我們所認同的一種價值 但當那件事越來越被剝削的話 就好像砌圖逐筆逐筆地被人撕走 其實我都很難去定義 怎樣做是對和錯 畢竟大家都是年輕人 他們只有十多二十歲 你究竟要求他們做甚麼 不要太苛刻 他們只不過是用他們所可以用到的任何方法去嘗試 可能有些地方做得不好 又或者情傷不夠高 情緒控制音不夠好 但是他們已經是很努力了 會很替他們不憤 尤其是在一些你覺得 武力不對等的情況之下 而又好像沒有辦法去為他們拿一個平反 或者幫他們出口氣的感覺 真的很會死 嚇人真 經過了這大半年 會想做這次訪問 就是 我假設如果 我說的一些說話 是可以為年輕人 帶來一些正面的安慰也好 好 我想這一個就 已經值得了